排名第二的台皮 對上頸椎在後的富邦 歐布萊恩回歸SBL 首度與老東家的正面對決 開賽就用一技三分彈當作見面禮 看他積極表現的態度 隊友也用炮火力挺 林書伟右側切入禁區高炮擦板 首接富邦靠著高達六成的命中率 取得五分領先 綠山軍不敢挨打 第二節也馬上做出回應 Brian Davis與蔣玉安帶頭搶攻 小安重距離急停橫向的跳投出手 競算N1 不但讓主控洪志扇吞下犯規 單節八分進帳 幫助球隊成功反超 台皮半場打完 反倒戰成39比35 富邦第三節回神 靠著加強防守 帶動進攻 重新要回領先 第四節前段點點開花的攻勢 更是一度將比數拉開到十分差距 原以為打得順風順水 誰知道戰況急轉彎 綠色力量徹底爆發 不只朱一宗外線開火 連標兩顆三分蛋集氣直追 新秀黎凱宴漂亮助攻 給到蔣玉安來個大車輪 拉桿上籃 台皮一波十二比零的攻勢 強襲逆轉 魔鬼大廚的暴力灌籃 不但讓球隊士氣來到最高點 攻下全場最高二十八分 完全把OB的十三分給比了下去 儘管如此富邦勇士 還是沒有放棄任何贏球的可能 靠著蔡文成與洪志扇 老將出擊 接連的反快攻搶回一分領先 倒數一分鐘的焦灼戰況 朱一宗再次挺身而出當英雄 右邊四十五度的關鍵三分 給了對手致命一擊 單截三顆三分蛋拿下九分 富邦拿下五連勝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的 很actory一 king 效忠